《山姆伊基下》第22章 《大衛的海歌》 當耶和華救大衛脫離一切仇敵和蘇羅茲守的日子 他向耶和華念這首詩 他說 耶和華是我的岩石 我的山寨 我的救主 我的神 我的盆石 我所投靠的 他是我的盾牌 是拯救我的角 是我的高台 是我的避難所 我的救主呀 你是救我脫離強暴的 我要求告當讚美的耶和華 這樣我必從仇敵中被救出來 曾有死亡的波浪環繞我 匪女的急流使我經聚 陰間的成索纏繞我 死亡的網羅臨到我 我在金難中求告耶和華 向我的神呼求 他從殿中聽了我的聲音 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 那時因他發怒 地就搖陷戰鬥 天的根基也震動搖陷 從他鼻孔無煙上騰 從他口中發火焚燒 煉炭也著了 他又使天下垂 親自降臨 有黑雲在他腳下 他坐著機路白飛行 在風的翅膀上顯現 他而黑暗和聚集的水 天空的口雲為他四圍的行攻 因他面前的光輝 嘆到著了 耶和華從天上打雷 至高者發出聲音 他射出戰來 使仇的四山 發出閃電 使他們擾亂 耶和華的斥責一發 避恐的氣一出 海底就出現 大地的根基也顯露 他從高天伸手抓住我 把我從大水中拉上來 他救我脫離我的勁敵 和那些恨我的人 因為他們給我強勝 我遭遇災難的日子 他們來攻擊我 但耶和華是我的倚靠 他又令我到寬闊之處 他救拔我 因他喜悅我 耶和華按照我的公義報答我 按照我手中的清潔賞賜我 因為我遵守了耶和華的道 未曾作惡離開我的神 他的一切典章 常在我面前 他的律例我也未曾離棄 我在他面前作了完全人 我又保守自己遠離我的罪業 所以耶和華按我的公義 按我在他眼前的清潔賞賜我 慈愛的人 你以慈愛待他 完全的人 你以完全待他 清潔的人 你以清潔待他 乖癖的人 你以彎曲待他 困苦的百姓 你必拯救 但你的眼目擦看高傲的人使他降悲 耶和華 你是我的燈 耶和華必照明我的黑暗 我藉著你衝入敵軍 藉著我的神跳過長門 至於神 他的道是完全的 耶和華的話是煉靜的 凡頭靠他的 他便作他們的盾牌 除了耶和華 誰是神呢? 除了我們的神 誰是盆石呢? 神是我堅固的保障 祂引導完全人行祂的路 祂使我的腳化如武陸的堤 又使我在高寸安穩 祂教導我的手能以爭戰 甚至我的傍備能開同工 你把你的狗恩給我作盾牌 你的溫和使我為大 你使我腳下的地步寬闊 我的腳未曾滑跌 我追趕我的仇敵 滅絕了他們 未滅已先 我沒有歸回 我滅絕了他們 打傷了他們 使他們不能起來 他們都倒在我的腳下 因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 使我能爭戰 你也使那起來攻擊我的 都復在我以下 你又使我的仇敵 在我面前轉背逃跑 叫我能以剪除那恨我的人 他們仰望 卻無人拯救 就是呼求耶和華 他也不應允 我搗碎他們 如同地上的灰塵 踐踏他們 四山在地 如同街上的泥土 你救我 脫離我百姓的增徑 保護我作列國的元首 我素不應職的民 必侍奉我 外邦人要投降我 一聽見我的名聲 就必順從我 外邦人要衰殘 戰戰兢兢地出他們的營寨 耶和華 使活神 願我的盆石 被人清重 怨神 那拯救我的盆石 被人尊崇 這位神 就是那為我生冤 見眾民服在我以下的 你救我脫離守的 又把我舉起 高過那些起來攻擊我的 你救我脫離強暴的人 耶和華 因此 我要在外邦中稱謝你 歌頌你的名 耶和華 使極大的誘恩給他所立的王 是前愛給他的受高者 就是給大衛和他的後裔 直到永遠 解決了 策 incluso叫做相性的 詞曲雕方 1番 吉祟 1番 火做年的事 1番 比撤道